沙拉越民进党国会议员张庆幸 最近因为在国会上指卫生总监诺西山怕死 而成为了舆论焦点 立场强硬的他还连番数落 诺西山领军的卫生部对抗疫情表现不佳 甚至指控诺西山每天都在博宣传 只为了要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而铺路 尽管面对排山倒海的抨击 张庆幸也几次坚持自己没有说错话 坚决不撤回言论 但是就在事情延烧五天之后 张庆幸在今天突然发稳告 做出道歉 一句卫生总监怕死 还宣称诺西山为了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 而疯狂曝光 明都鲁国会议员张庆幸的这些论调 让上个星期三的国会吵翻天 后来还间接导致两名为诺西山护航的火箭国会议员 雷尔和林丽莹被轰出一回厅 就在明天国会重新召开前夕 一直坚持自己立场的张庆幸发稳告 为自己发表的言论道歉 他强调 自己从来都没有否认所有前线人员 包括诺西山的贡献 但是为了不影响国会进度 以及国家和谐 他愿意道歉